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公元前八世纪 这样一个历史时段内的音乐 按照我们的朝代来说 是商代的晚期到西周的晚期 大约五百多年的历史时光 为什么会把这两个时代的音乐 放在一起来讲 这会是相当一部分人 会提出疑问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讲 就来阐述这个问题 我们说在第二讲中 我们希望的命题是 李与乐的相遇相容 在中国的历史上 李和乐能够很好的结合 在音乐的生活中 体现的那么完美 就是在我们今天这一讲中 所体现的 在这个五百多年时间中 从商代晚期到西周这个阶段 李和乐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从晚上阶段来说 我们发现 晚上时期的音乐 按照我们今天大家能够认识到的 无论是从出土的乐器方面的情况 还是文献记载中的情况 还是商代晚期所出现的 大量的甲骨文中 所记载的一些情况 三者相容 我们会发现 商代晚期的音乐 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商代晚期的音乐 从乐器来说 多声乐器频出 青铜乐器的数量大量增加 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 从乐器来说 多声乐器频出 就意味着音乐的发展 因为乐器是音乐很直接的一种 表达表现的一种渠道和手段 在商代晚期 从我们今天能够发现的情况来看 包括了这样几种 一种是打击乐的成编列出现 比如说青铜的编挠 在商代晚期 发现了十多套的青铜编挠 三件或者五件一套 那么即使这种乐器 每一件发单音 三件五件组合在一起 它也可以形成简单的旋律 这是青铜的乐器 十字乐器呢 在这个阶段 我们发现了最早的编倾 因为在咱们上一讲 所讲到的远古时期的 庆这个乐器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还都是单件使用的特庆 但是到了商代晚期 我们发现 开始出现了成编列的实庆 虽然到今天为止 我们发现的成编列的实庆很少 但是这种多件组合而成的编列乐器 十字的编列乐器开始出现了 这又是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 我们可以称为多声乐器的是什么呢 陶薰 陶薰最初出现于远古时期 至商代的早中期 按音孔的数量 最多为二至三个 且形质多样 而到了商代晚期 即音商时代 所出土的陶薰乐器的形质 则是统一的平底卵形 这种陶薰 往往有五个按音孔 顶部是吹孔 前边有稻品字形的三个按音孔 后边是成一横线的两个按音孔 五个按音孔的乐器 我们可以设想 每一孔一个音 再加上全闭孔 全开孔 我们可以想象 它可以达到多少个有效的音列 更让我们会感觉到 惊奇的是什么呢 陶薰这种多声的乐器 在多个出土的场合 我们发现 并非一个墓穴出土一件陶薰 在今天阴薰这块地方 我们已经发现了多粒 这样的一种状况 在同一座墓葬中 往往会有三至四件的陶薰出土 这样三至四件的陶薰是怎样一种组合呢 往往呈现两个大的薰或者两个小的薰组合 或者呢 有两个大的薰一个小的薰组合 还有呢 是两个小的薰一个大的薰的组合 这样一种大薰小薰相组合的这样一种状况 会是我们今天联想到我们今天乐队中的什么样的一种组合呢 从我们的拉弦乐器 无论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乐器 我们的拉弦乐器 有高声部的 中声部的 低声部的 我们的吹奏乐器呢 往往也有这样不同的定调的乐器 在殷商时代的陶薰就形成这样大形质的小形质的薰的组合 而且让我们今天感觉到精益的是什么呢 通过对保存完好的这些薰的侧因 我们发现这些薰 大薰和小薰之间往往呈现八度的构成 也有超过了八度 甚至达到十度的这样一种构成 这样我们就可以设想 大小薰的组合 它的音域可以达到怎样的一种表达的音域 这是我们所说的商代晚期 从乐器上反映的一种状况 即多声乐器的频出 青铜乐器的大量的出现 那么商代晚期音乐的第二个特点 让我们要引起注意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商代晚期的音乐 我们发现已经存在了礼与乐 相融合的一种制度化存在的可能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殷商的考古发掘中 出土了青铜边挠的和边庆的 这样的墓葬都是大中型的贵族墓 在这些墓葬中 往往相伴随着的 是青铜的礼器 也就是顶、鬼等等这样的 代表了贵族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 在这样的一种相伴生的状况下 又有这样的青铜编列的一种存在 更重要的还有三编列、五编列 不同的编组 让我们很容易想到 这种编列乐器 特别是金石的编列乐器 是存在了一种制度化的 一种功能的 也就是我们说 礼于乐的制度化的存在 我们认为 商代晚期的音乐 存在的第三个特点 可能就是音乐的风格的一种体现 在商代晚期 音乐呈现的总体的特点 我们今天可以称为乌乐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从今天的考古发掘 通过对大量的甲骨 所祭福的文字的解读 我们发现 里边体现的乐舞、乐器的名称 往往与祭祀、与战步活动密切相关 这点来说 我们认为也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甲骨的存在 就是商代进行祭祀占卜活动的一个记录档案 所以我们说 里边存在的对于乐舞、乐器的技术 也就自身就与祭祀占卜活动密不可分 在文献周理中 曾有关于殷商时期先民文化生活的记载 因人尊神、率民以示神 是指殷商时期的人尊神 并经常进行大规模的祭祀占卜活动 这并非殷商时期所独有 在上古三代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国之大事再次与荣 是指当时的国家大事就是祭祀与征战 那么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存在 我们就会发现 商代时期的总体的音乐风格 如我们所说 就是乌乐 这样三点的概括 我们就认为 商代晚期的音乐 相比较于商代早中期 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从音乐上来说 商代晚期的音乐 更多的与周代的音乐 有了一点相似性 这是从音乐自身的发展 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材料 得出的这样的认识